如果你程式執行的時候 會卡在這個定這個地方的話一定是設定用項目裡面沒有把這個打勾啦 因為如果沒有打勾的話 他就不認得ADODB.Connection是什麼東西了 因為我們引用了嘛 引用了之後他才有辦法去使用這個ADODB 的.Connection 才可以去連結資料庫嘛如果沒有打勾就不行喔 所以這邊要特別的注意 第二個的話同學的那個 執行的時候特別注意就說 你在新增一筆資料的時候 一定要先就是在做新增資料之前 你一定要先在這邊先key一筆資料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才能新增 因為我的那個程式的邏輯是按了確定之後新增了一筆 那我要把這一筆怎麼樣 新增到資料庫 所以這個是 這個才能夠 按新增 因為你新增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那個R R裡面才有資料 如果你 直接按新增 因為R裡面沒有資料 所以他抓不到你要寫什麼東西 就會產生錯誤 所以這個邏輯上面 是這樣子啦 如果說你將來想要改變邏輯的話 請各位再自行修改一下 你也許你如果想要直接新增 可是問題 新增資料 你也不知道新增第幾筆 除非說怎麼樣 如果 產生錯誤他不知道哪一筆的話 他跳出一個 比如說 如果R裡面是空的話 那就跳出matchbox 請問你要輸入的是哪一筆資料 有沒有就跳一個inputbox 給使用者 請你輸入 我在針對你要輸入那筆資料 我幫你輸入進去 也是ok的 請各位自行再修改 再來全部匯入 那全部匯入其實就新增資料 新增一筆資料的 衍生 那不需要知道哪一列 反正從頭到尾都新增 新增完畢之後的話 再把裡面的資料全部清空 大概這樣流程 OK 那這裡的話呢 我想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全部匯入的話 我剛剛已經全部匯入 給各位看 不過會有兩個問題 也有一個 有一個問題說 按下去全部匯入的時候 畫面會 會整個暫停 所以如果說你要讓人家知道說你現在 哪一筆的話 其實 你 如果按下全部匯入你可以 讓使用者知道說你現在正在忙碌 那怎麼知道正在忙碌呢 其實你可以在 畫面上面把滑鼠優標改變 所以滑鼠優標怎麼改變 基本上呢 我們在這裡 在 command D 這裡 也就是說在跑回圈之前 我們可以把滑鼠優標改變 改變的方法